和他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们 课文 徐健和他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们 中国青海 海拔4500米的山上 三头雪豹正在完善 野生动植物摄影师们压抑住兴奋 憋住气 全力拍摄雪豹 拍摄完毕 一回头 发现两只藏在山头的雪豹 正瞪着眼睛注视着自己 大家相视而笑 雪豹 这种皮毛上带着美丽花般的 大型猫科动物整濒临消亡 换句话说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这种动物 而这些摄影师们 是致力于保护野生物种 记录和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国物学家 长期风餐露宿在山野 他们不但不觉得苦 反而感到无比的快乐 徐建是摄影师中的领袖人物 他拿出八张照片 我认识大熊猫 金丝猴 牦牛和雪豹 另外四种 变人不出 据说 他们是藏狐 赤斑林 赤斑林羊 和喜马拉雅汉塔 徐建说 我们的现状是 人们能识别长颈鹿 大猩猩 河马 知道它们的来历 却不认识藏羊 大家对非洲的动物 好像比对我们自己国家的动物 更为熟悉 徐建面带苦涩地说 许多动植物 连一张清楚的照片都没有 大家不认识 怎么指望保护 更严峻的是 自然保护区的影像空白 很多特有物种 还没来得及 为我们所了解 就消失了 徐建和他的朋友 曾苦苦琢磨 怎样为野生动物保护 尽一份责任 它们不分昼夜地奔波 渴望拍出足以使人疯狂的照片 吸引大家心甘情愿地去购买 以便支撑它们 深入野外的巨大开支 但摄影作品不是畅销书 摄影师报仇很低 这样的想法激进同化 于是徐建成立了社会企业 爱比一 为保护区 政府等各类课题提供服务 他们的工作是建立野生动植物 影像库 立体还原一个地区的生态多样性 爱比一的摄影师各个是名副其实的博物学家 不但有高超的摄影技术 还有非同一般的专业素质 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 徐建一发出号召 大家立刻聚在一起 实践证实 这种集合式工作成效显著 用户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爱比一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科考性质 每张照片都有详细的数据可供使用 比如精确统计的动物数量 一次在梅里雪山遇见大子凶鹰鹉群 摄影师在Photoshop上一个一个的数 统计出1500只的精确数据 之后权威专家表示 这是有记录以来近30年 此地区出现的最大规模鹰鹉跃动群 拍摄同时 他们还进行物种鉴别 动物行为分析等 项目结束后 他们还会向当地保护区提交一份 环境评估调查报告 如今徐健和他的队伍 天天在路上忙碌着 第十六课 生死野生压抑完毕 等等 评读般 瘕瘩 智力 灵秀 辨认 现状 识别 来历苦涩 指望 严峻 空白 灼 灼 咄忘 昼夜 奔波 渴望 足以 心 心安情愿 以便支撑 畅销 报酬 童话 课题 立体 海人 名副其实 高超 素质 号召 证实成效 显著用户 农户 统计权威 鉴别 评估 队伍 下一个 好的 下一个视频 为什么不要给条件还不错的大脑绳男介绍对象 我来告诉你 今香 我觉得这种话题是有点有趣了 所以先打开胜质表 开始因子跟读吧 千万不要相信 你身边的80后的物质条件还不错的单身男性说 我对女朋友的要求也不高 我为啥就找不到女朋友呢 为啥我就找不到一个正常人呢 我也不要求她什么学历收入家事什么东西了 我对女朋友的要求真的很低的 为什么我还单身 我年入50万以上就是找不到女朋友 我年入100万就是找不到女朋友 但凡亲信了这些80后的收入物质还不错的男人说正话 你就信他个鬼 我跟你说这些个男人他不但有要求 而且他的要求还非常高 那要么就是要颜值非常的出众 当然其实 能年收入50到100个的 她们身边是不缺漂亮的女孩子的 但是她称那种既漂亮又懂事情商还高 会哄她们而且家境还不差的 她说我对家境没有要求的前提 是这个女生的其他能力能不及 例如一个大美女学历高智商高身材就是身材好 然后农村就是家庭是农村的OK她可以接受 如果说这个女生是她那个颜值身材再现 虽然没有特别美 例如家里面能给一定的帮助 有资源的当官的 要么就是做生意上也能帮助她的也可以 但是这种类型的女生人家二十几岁 人家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嫁了 就不可能胜到就是年纪很大 而且像这种家境确确实实还可以的 我为什么要找个年纪大的男的 我找一个门当会对的男的 或找一个小年轻我也看脸 那好不 谁说美女不看脸 谁说美女不看脸 谁说那些家境好的女的不看脸 所以我跟你说啊 但凡剩下来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男的 他们就是属于既要又要还要 我接了那么多几千个咨询啊 我发现大龄胜男经济条件还不错的 那其他的啊 那穷的咱们就不说了啊 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大龄胜男 那是比大龄胜女还难搞的一种存在 大龄胜男比大龄胜女要求多多了 为什么 大龄胜男就属于那种 就我说的物质条件还不错的 他属于身边不缺女人 但是扑他们的女人全部都看不上 要么长得漂亮工作还不错的 嫌人家年纪大 我跟你说一个80后的胜男 绝对不会挑一个 30岁以上的胜女的 除非这个女的能力非常的牛逼 家里的资源也非常的过瘾 要么就是活儿特别的好 否则他们嫌弃女人年龄大 我这么说吧 如果一个25岁的女人和一个25岁的男人 男的感觉25岁 找25岁可以 但是35岁的男人绝对不想找35岁的女人 就是那么残酷 为什么我一直让小姑娘们趁自己年轻 28岁之前 30岁之前赶紧去找对象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好男人和好女人在市场上不流通 基本上就在28 30岁之前 大家都差不多没啥毛病的 不是特别挑的 大家基本上都找到对象 都结婚了 那你说剩到30开外的 男性还稍微好一点 有钱嘛 其实自己想向下兼容 也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其实这些 这一帮大龄胜男们 有钱的大龄胜男们 他们是不愿意向下兼容的 他们就想找一个方方面面都很好的 前段时间有一大哥 说是做基金的上海的什么基金经营 说我税后200万 然后我要什么条件呢 身高170以上 最起码是211985 家境最起码小康家庭 而且他说年龄必须在24 25 26 他觉得27 28他都是将就了 问题是他今年36了 我说有这样条件的女的 为什么要看上你啊 人家找个30岁的他不香吗 为什么要找你这个老逼灯 但是这个老逼灯 我是没有说出来啊 因为他觉得 他说我有钱不行吗 我一年收入税后200 我说你税后200 你上海户口落了吗 落的吗 房子买了吗 没有 他说我可以给人家看我的存款 我这个存款账户 是的 你专门搞理财的 你账户里存款 那又不是你的了 是不是看存款有什么用 哎你混到年薪200万 你一个上海户口都没拿下来 跟我抽一什么牛逼 是不是 也就这两年薪资收入才上去的 最后脱了我400块钱的咨询费 没付 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穷人炸富 然后突然之间把标准提上去了 就感觉哎我自己挣到钱了 有钱了 牛逼了 了不起了 结果啊 偷我400块钱咨询费 我真的是想骂娘 最后我把他删了 我就说算了 算了倒霉 那遇到这种人我也不是 第一次遇到了 就这种典型的穷人炸富的 之前年收入个 一二十三五十 突然之间上去了 然后标准 然后标准 直接水上盘高 OK 可以了